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就给你们留下这篇肥沃的茶园和这些茶树吧 让子孙后代起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云南省普尔市 兰仓拉护族自治县惠明镇 河流将新鲜的水源带到金曼山 创造了这片布朗族 歹族等多民族共生的净土 也滋养了这片上千年历史的古茶林 岁月更替 斗转心仪 锦脉山的市区民族与古茶林相依相生 我们布朗族的话可以说是一个爱茶敬茶的民族 可以说是以茶为生嘛 我们会把茶叶做成我们的菜啊 比如说我们的茶叶炒蛋啊 茶叶炒肉啊 就每天早上起来就第一件事情就是烧火 然后煮水 然后煮茶 当你干活很累的时候 做这个茶叶可以让我们提升解法嘛 以前就是白天采茶叶 一家人吃过晚饭以后全部在那里 就是炒茶的炒茶 揉茶的油茶 井外山的人们恪守茶组的遗训 庇护着这片生存之源 也收获了茶林的溃增 可以说是茶叶是我们的第一个经济来源 就是因为有茶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才越来越好 我们真的是感谢这个茶叶 茶叶让我们生活条件真的提高太多了 采回来以后要先把它烫平嘛 烫量 烫掉一部分少少的水分 烫好了以后呢 大概是两个小时 然后就来杀青 我们必须要遵从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一个传统 就说要把它杀青要杀透 一定要杀透 不能说我随便炒两下就可以了 杀青完了就揉脸 有年好了以后就是晒 主要就是晒太阳 家里面尤其是来客人啊这些 就必须要先首先就第一杯是要倒茶给客人喝 茶叶采摘是布朗族看到了能拯救布朗族的一瓶叶子 老人平常说了一句话 古树茶长的叶子是金叶 小树茶长的叶子是银叶 火糖烤茶 蕴藏着紧迈山人的饮茶之道 柴火的温度将茶叶的醇香慢慢烤出 在投茶入水 聚成回甘悠长的茶汤 烤茶它煮了以后 改变了野生茶的行气 苦瘦味 它很甜香 回甘非常好 保护茶林是尊重主性 我们每年做的那个计察体 所以承诺的意思 让大家从未茶醉于心 让大家知道 这个是我们保护茶的故事 在保护的同时 我们也对古茶林中的古树明目 我们是多明确 这些都是有灵魂的草叶 这些茶都是有灵魂的茶 比如我们喝的这个茶 都是从圣灵中去采回来的 有了火堂 我们就可以通过火的烘焙 那一种方式烤烤茶 喝喝茶聊聊天 人在草木经 有了这种理念 也就是老祖宗留下的生存依靠 9月17日 中国普尔锦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项目 在沙特首都利亚德 举行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通过审议 里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我们非常有信心 来把这个遗产品付好 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茶树 一代传给一代 也不能让他遗产 茶组的遗训 穿过时空长河 传向世界各个角落 锦脉山人民将茶组的教会 刻进每一片茶叶中 并将这些取于自然的智慧 永远地传承下去 锦脉山现在已经生意成功了 欢迎全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都来锦脉山做客 来享受我们锦脉山的文化 来吧 不必烈呢 欢迎来锦脉山 全国人民都来锦脉山 欢迎来锦脉山 继续山 把我媽臉光精埋